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刑价可能关闭至明年 该公司下个财政年首季后将无法支付薪金 因此预料未来数个月会大砍成本 另外 该公司在首季用了1亿4千万令吉现金 尽管第二季盟亏 但是手持现金在第二季 却增加至2亿5千200万令吉 因为飞机租赁还未支付 另一方面 和银行协商的5亿令吉贷款似乎没有进展 基于展望非常不明朗 资本重组计划也还没取得成果 行家维持减持平级和零令级的目标价